考氣機車駕照 錄考加筆試 每個考生都戰戰兢兢 題庫各有上千題 但現在有題目讓考生邊考邊罵 像是騎機車到底要怎麼穿 是不設拘束還是可以穿拖鞋 結果都不是 是要穿得整整齊齊 但管這麼多合理嗎 管太多 怎麼說管太多 這樣方便就好了 因為一般我們騎機車出門 就是方便 然後方便有時候像太太的話 就是上個市場買菜 有必要 還要打翻一下再出門吧 還有像是駕駛人 最大的敵人到底是什麼 是疏忽還是道路上有障礙 硬或者是有深處跑上街 但模擬兩可怎麼回答 前面兩個都有吧 道路上那個我就覺得還好 很難選的 機車在路上最大的敵人那一題部分 就年初有被考生申訴 那一題我們也即時把它刪掉了 機車平均每個月有6萬多 機車有5萬多人報考 各式上千題幾個分數都要85分 而現在有個刪減不符十一 有爭議的考題 總計104題將檢討調整 定案後最快 明年上路 記者盧雄無皮 台北報導